好 瑞琪你好 祝你生日公演圆满成功 下次再这样吃饭 不会拒绝我了吧 不会了 就不会再排电了 应该不要再排电了吧 好 每年你的生日公演 我都提前很早知道了 所以总觉得 你怎么还没到生日公演 每次你都是精心准备了很久 就是感觉你是像那种 学校里放暑假了 先把暑假碎写完了那种 我写最初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做偶像 也很认真生活的人 每天看到你都忙忙叨叨的 这也是让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地方 你总是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喜欢的东西 并为此努力 尽管看上去有点笨拙 有种憨厚的可爱 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魅力 所以才会吸引很多人和你做朋友吧 感觉就像把你一个人丢到 不知道有哪里去念可以活得很好的感觉 我摸不下去的 我觉得你像一颗一根雀匠的小草 你平时看上去没什么脾气 对大家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逗你也特别有意思 也不用在你面前注意什么形象 而且真的每次逗你都有笑 所以逗你有一种逗小狗玩的感觉 不过你是一只脾气很倔的小狗 虽然平时很好说话 但是只要你认定的东西怎么说都不听劝呢 一定要自己也撞往南墙才知道回头 不过没关系 因为做了你自己就很好啦 你倔强或者没有脾气的样子 都像一只软绵绵的小狗 不会伤害别人 只是小狗为自己的目标在奔跑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平时喜欢逗你找你玩 你却几乎没有主动找过我出去 因为我觉得就要主动别人Cue你 不然我Cue的时候可能带多忙 就像每年有时一问 你们就去寻夜 一问你们就出去 你觉得忙的时候就 对啊 天呐 有时候你想去做什么事情 感觉你就好像是一个人默默去做了 虽然说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不错 也不是啦 就是拒绝我 但也不要忘记我们呢 也可以多多依靠我们 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多吐露一些 可以随意的吐槽 不要总是自己纠结犹豫 憔在心里 希望你可以一直是一只快乐的小狗 嗨瑞琪 好遗憾 我的眼睛也会这样 嗨瑞琪 很遗憾 今年不能参加你的生日公园 但我觉得你一定完成得非常棒 毕竟我们瑞琪宝宝每年重要时刻都要提前半年开始准备 是对舞台特别用心的孩子 仔细算了一下 今年居然是我们做朋友的第四年了 回想起这几年的点点滴滴 感觉你已经是我们身边特别不可缺少的存在了 你的房间就像是我们的大本营 就算许恐的我看到你房间坐千万人 都忍不住累的来你房间歇歇歇脚 虽然你平时跟我话比 跟我比较话少 但你是我唯一一个很久不说话 但见面不会尴尬的人 突然一下很怀念我们都还住在中心的时候 随时可以串门 随时可以一起玩游戏吃东西的日子 但今天我们大家一下都忙碌了很多 感觉跟你一下都没有什么交集了 说到这里 眼泪在眼眶一大转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挺微笑的 好了 其实这么多年感觉也没有周二八姐 能给你写过什么信 周世宇生日公演的时候 我说 我上次给你写信我都有点不记得了 结果你来了就因为是拼的 他说惭愧 所以我这次熬夜也要给你写一封 长长的真情实感性 想到上次你坐在边上默默流泪 说觉得自己很多事都不知道 我突然心一揪感觉那么愧疚 因为有时候一起工作了忙碌了 就会忽略的分享 当时心一想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你这个朋友 因为嫁过所以才会伤心 所以也特别谢谢你把我们当做你的好朋友 最后我是真的熬不住了 所以我这一堆彩虹屁就准备睡觉了 王尤其呢 我也觉得一开始接触你可能会有很多顾虑 但选着时间慢慢去接触 你会发现他是个好人 然后我们再慢慢去细品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群体里的润滑剂 脾气好性格好开得起玩笑 就算遇到生气不开心的事 也总是愿意迁就自己身边的人 是一个特别适合做朋友的孩子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优雅的外貌 八笔般的身材 百零鸟样的歌喉 这里我想对在观看直播的路人粉说 王尤其入股不亏 趁现在下载口袋48APP 打住你觉得适合王尤其的分数 这一期希望你今年也有 也能有更多的人喜欢哦 2024年7月6日凌晨5点王尤其 7月7月 哎呀就 你我刚想说你一样性的 我都想说这种真处性的 没有就感觉你就说的都很很到点什么 然后就是哎呀我觉得有时候不跟你们主动 是不是就是觉得你们忙 所以你们叫我的时候肯定会在 但是我教你们的时候就会 其实我也没那么忙 好多时候都在家里 拿个抠抠手指头 所以我觉得是每次班人一叫 我们就肯定在跟一伙人一起玩 也不是感觉你比较忙 比如说今年以来我叫王尤其出去吃饭 减肥不能吃 然后叫王尤其出去玩 他说我要排练不能出去 就感觉你一直都很忙 就是刚好每次天天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了 对然后就是很开心你俩单独居然给我写信 真是哥好久嘛就是我特别开心 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向前面说 好好好好的一切 谢谢你们俩 下一个你加鞭 下一个你加鞭 下一个